各位小朋友好,欢迎来到五年假班,我是子豪老师 今天要上的是5月25日星期二第四节的国语课 今天的内容一样是在第十一课 但我们今天会准备进入到课文分析 还有相关语词解释的补充 那在上课之前呢,请同学准备好课本以及习作 好,那我们准备开始 好,那老师呢,希望可以先检讨我们上次习作的作业 所以请同学呢,先把习作拿出来 并且打开到第76页 好,都拿出来了吗 那我们先检讨习作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题的部分 来,看一下第一个词 龙兆 二生龙兆 下面是一个镯 是没有连起来的 来,那我们看下一个 空蒙的蒙 来,右边是一个蒙古的蒙 里面有一痕 检查一下有没有忘记写呢 没有的话请 有,呃,忘记写的话 请记得把它补上去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宜人的宜 宜是 宜兰的宜 里面有两痕 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恰似的恰是 心不恰 好,再看下一个 湖水荡漾 荡漾是水光波动的样子 所以都跟水有关 那同学要注意的是 荡漾的荡 有没有 加上这一痕呢 没有的话 请记得 去做定证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炼焰之美 炼焰 也是在讲水 水光波动的样子 好,水都是水部 那炼焰的焰 中间是个风 风里面是三痕 检查一下 有没有写对呢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意如 意如就是也好像的意思 意如的意 来最后 毛炉 毛炉是草屋的意思 那有个盖子 古四 古四的四呢 上面是一个士兵 上长下短 来,最后 意欲 意欲的欲 好像 好想 对不起 是好想的意思 意欲是好想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进到第三大题 第三大题 上次有请 给同学提示 各个这五句 比较不适当的部分 我们上次已经把它圈起来了 好,那我们这次来对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来,老师直接念 细语纷飞的季节 空蒙的三成 更添几分是亿 空蒙 第二题 这篇文章的景物描写 十分细腻 是难得的好作品 细腻 那同学注意一下细腻的腻 老师把它放大 中间 这个部分是一个二 再一个背 那一撇完之后呢 这打勾之后呢 是没有一撇的哦 这边没有一撇 同学要检查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题 警方已经掌握破案的关键线索 这些案子就要水落石出了 掌握 第四题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村落的存废 你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置身 置身事外就是不关你的事情的意思哦 好 那检查一下置身的置里面 是不是确实写上三痕呢 好 那我们看第五题 意外事件一再发生 全家隆落 隆罩在一片愁云惨物之中 隆罩 那隆罩的隆呢 也是三痕 这边要注意一下 那以上是昨天作业的检讨 那针对容易错的自导师也做了一个提醒 希望能够检查一下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习坐先放旁边 打开课本 那今天我们要来分析这篇文章的结构 那在分析结构之前呢 老师上次上课应该有请同学 先去把第十一课 甲本有的语词解释 看过一遍 同学应该都看过了吧 所以老师这边只会补充甲本没有的语词的解释 好 那什么叫补充甲本没有的语词呢 首先等一下语词里面 你的课文里面 只要是它的词是紫色的 代表它的解释可以从甲本插到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来开始补充 那首先看到作者简介 简介下面 这边有个散文 新颖豪放 那我们看新颖什么意思 新颖 新奇别致 好 来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词的题材丰富 什么叫词 首先你要往前看 他说 苏氏擅长多种文体 有散文 有诗 也有词 所以这就是文体的一种 那词什么文体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词 文体名 新于堂 胜于颂 由古之乐福 演变而来 其后 又地变而为曲 句法多长短不一 且需遵守一定的格律限制 好 以前人常说 诗词 诗词 诗跟词是很相似的文体 只不过呢 诗 以我们本课 两首诗为例 诗它的句型 字数 都是一样的 那词 刚刚有说 它的句型 它的用字 是可长 可短 至于 有哪些限制 那我们等 以后遇到词 的时候 再来做详细的介绍 好 那我们继续 往下看 好 在第一首诗 引湖上出情后语 这边有一个词要解释 来 淡妆浓膜 我们来看一下 淡妆浓膜 形容女子 浓艳或宿静的装扮 好 所以啊 不管是淡妆 或是浓妆 只要形容这两种装扮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好 那我们继续看到 注释的部分 注释这边有提到九个词 不会的话 请再看一下课本 好 来注释的第四个 空蒙 告诉我们 淡妆迷茫的样子 那什么叫淡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淡妆 如烟雾般的细雨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那种山蓝 雾蒙蒙 准备要水气很多 准备下雨的那种状况 我们就称作烟雨 好 那我们看到语义 解释 翻成现代文的部分 那语义的解释都已经有了 在甲本都有 所以我们就跳过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赏西 赏西这边有 特别要提到的在这一个 相提并论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相提并论 把性质 情况相似的人物 或事件 放在一起讨论 或同等看待 好 所以不光只是人物 相同相似的事件 也是可以一起讨论 这种状况呢 我们就称为相提并论 好 以上是第一首诗的补充解释 那我们来看第二首诗 提西林B 好 那诗里面 没有额外要解释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看 好 语义 这边有个词 我们要补充一下 来侧面 什么是侧面呢 侧面 旁边的一面 好 也就是左边右边 上面下面 前面后面 那侧面呢 是指左边右边 那我们就去看下一个词 好 唱 唱快 唱快的游玩 就是尽情的游览 来 这个唱游的部分 我们来继续 赏钱的部分 下面有个辉豪 我们来看一下 灰豪 运笔写字或绘画 来我们先来看 豪这个字 下面有什么 毛 所以呢 灰豪是灰什么笔啊 很好 以前的笔呢 都是毛笔 所以灰豪特别指的是毛笔 所以运笔写字或绘画 这边指的是使用毛笔来写字 或用毛笔来绘画 称为辉豪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再上次的第二段 来 有没有看到移转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移转 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 好 这是移动 简单说就移动的意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来 生利其境 什么意思呢 身利其境 亲身到了那个境地 好 这边有一个重点 必须要亲身到了某个地方 我们才可以说 身利其境 好 那我们继续 最后 上次的最后 有个人情事故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人情事故 为人处事 应对进退的方法 好 也就是做人做事 你这些方法 我们称为 人情事故 那以上是 额外补充的词语解释 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呢 好 那讲完了词语解释 所以同学对这篇文章 我们上次也朗读过 更读过一次了 所以应该有初步的认识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文章的一个结构分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本文的结构 长这个样子 请同学 边拿出课本 边跟老师的课文结构图 一起来对照 来 那我们看一下 来 老师问同学一下 赏西诗文的表达 本文透过哪些方法来完成呢 赏西的部分 好 我们从上面来看 赏西呢 它主要分成三段 以第一首诗来说 第一段是来告诉你 总说写诗的背景 接着告诉你 解析前两句诗句用字技巧 最后 说明后两句诗句写作手法 这是影湖上出情后语的赏西结构 那我们来看第二首诗 提西林币 提西林币 它的赏西结构 首先 它利用总说 来写诗背景 好 一样 接着 它解析前两句的诗意 也就是诗的意境 哦 和上一首诗不一样 最后 它说明后两句的哲理 也就是人生道理 所以也和前面不一样 所以总结 赏西诗文 在本课里面 它的表达方法有哪些呢 它有分成叙述 还有说明 叙述诗人的 写诗的背景 还有动机 为什么它要写这首诗 接着 说明 还有分析 诗句的特色 所以赏西 有这些部分 再讲一次 首先你要叙述 为什么会有写这首诗 它的动机和背景是什么 接下来 去解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去解析 两个都有解析 解析 并且怎么样 并且还要说明 诗句的特色 以上是赏西 固定的一个手法 一个方法 请同学把它记起来 好 那 在本课的赏西呢 它分别告诉我们什么 那我们这边就要回到课本来看 好 那我们直接看到 第一首诗 《影湖上出情后语》 它的赏西 那赏西各分成三段 第一段刚刚有说是背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的背景 简单来说 是在讲什么呢 诗人由西湖写诗 表达西湖多样貌的美 所以苏氏到了西湖 他看到这么美的样貌 决定写这首诗 这是他的动机 接着 第二段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呢 这首诗前两句 用了炼焰和空蒙 写出西湖 晴天及雨天 不同的美 那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炼焰 对照的是 西湖的哪一个 时间呢 西湖在晴天的时候 好 那空蒙 又是对照西湖的 哪一个时候呢 空蒙对照是西湖 下雨的时候 所以他分别用了两个形容词 来表现出西湖 不论晴天或是雨天 各自有不同的美感 好 那第三段 要不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这首诗的后两句 巧妙的运用 古代的美人西诗 来比拟 比喻 西湖的美 好 这是 赏西第三段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把 赏西 拆成 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 是在讲 我们的 这首诗 它的写作动机 还有背景 那第二大部分呢 则是在说明 以及分析 本诗的意境 还有它的写法 所以这边是动机背景 后面这两个是在说明解释 好 以上是第一段 第一首诗的赏西 那我们来看第二首诗 提西灵币 它的赏西的部分 来 那我们接触到赏西 好 一样分成三段 第一段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哦 苏氏 所写赞美庐山的一首诗 因为苏氏认为 他到庐山玩的时候 发现 哇 庐山好美呀 所以呢 他因此 想要写一首诗来赞叹赞美庐山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 刚刚有提到的 这首诗的动机 好 所以这是动机的部分 那也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赏西的第二段 前两句 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哦 前两句在写 如山千变万化的风貌 好 那后两句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后两句是借景抒情 告诉我们 事间事 必须从不同角度去了解 才能看清事实真相 好 那老师先把它夸呼起来 后两句是在 欣赏分析并且说明诗 这首诗想要带给我们的内涵 好 那为什么 苏氏最后会告诉我们说 世间的人情事故 要从不同角度才能了解 而去了解才能发现到真相呢 好 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节课有讲到 苏氏他晚年 也就是他老的时候 他被贬官 也就是他的官位 被变得比较小 因为他那时候得罪的一些 上面的一些政治人物 想法不合 所以他被贬官了 那他就认为说 哎 我们在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只看了其中的一面 你无法了解到他的 这个人的全貌 你必须要透过不同的一个角度 不同的一个距离 才能真真正正的去掌握 才看到这个人 他真实的形态 好 那他也告诉我们 如果当你处在一个环境之中 你自然无法看到那个环境的全貌 譬如说你今天在拉拉山里面 你要告诉人家说 哎 拉拉山 他的外形 他的高度 他的山的角度长什么样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人在山里面 你看到的只有树木 你不会看到整座山的外形 但是呢 那当我们把距离拉远一点 也就是说你人离开那座山 你才有办法 去告诉别人 那座山的外形 是长什么样什么样 好 那这辨识 是他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好 那以上 是这一首诗 它的一个 赏西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回到结构图 好 那我们结构图讲完了 同学应该有一点印象 那我们准备 帮这篇文章做个简单的一个 在讲它的大意 还有主旨的部分 那简单来说 本文的主旨 对不起 签同大意好了 本文的大意 大致可以这样来讲 本文的大意呢 是在介绍北宋诗人 苏氏所写的两首诗 隐湖上出情后语 描写西湖在晴天雨天 各有不同的面貌 犹如西施那般 美丽 提西林壁 描写如山多样的景致 并领悟出看待事物 必须从不同角度切入 才能看得清楚的道理 以上是本文的大意 那本文的主旨 这首诗希望我们学到什么呢 它希望我们啊 透过诗人之言 欣赏山水美景 进而体悟人生哲理 好 以上是本文的主旨 那不晓得同学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刚刚也都把一些语词补充完了 那老师这边有一些句子 也希望同学能够多多认识 所以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文的一些语句练习 好 第一个要请同学看的是短语练习 课本的词 句子叫做雄伟秀丽的景色 那它的结构呢 是运用 两个形容词 对不起 那错了 它的结构是运用两个形容词 来形容什么 一个名词 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名词 雄伟的景色 秀丽的景色 那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说雄伟秀丽的景色 好 以此类推 老师这边提供三个例句 第一个 高贵美丽的衣裳 第二个 甜美多汁的果肉 第三个 美妙动听的歌声 好 那同学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你会造出什么句子呢 来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造句练习 第一个 相提并论 好 那同学还记得相提并论 是什么意思吗 相提并论是把性质 情况相似的人事 或人物或事件 放在一起讨论 或同等的看待 好 譬如说 同学可能会把 老师和校长 放在一起讨论 或者是说 把主任和校长 放在一起讨论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教育人员 性质相似 所以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原文说 诗人以西诗和西湖 相提并论 极富巧思与创意 西诗和西湖 有什么相似点呢 他们相同的地方都是 很美 所以他们可以相提并论 好 以此类推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他们两个各有各的长处 优点 发展的方向也不同 不能相提并论 好 第二句 总经理和基层员工的工作内容不同 承担的责任不同 所以薪资有别 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个 比一时 此一时 过去的情形与现在 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我们不能以过去的标准 来衡量现代社会 哦 这边照的都是告诉我们 不能相提并论 那不能相提并论 是为什么呢 因为性质不一样啊 这三句给的性质都不一样 所以不可以相提并论 好 以上是相提并论的练习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生力其境 来 生力其境老师刚刚有说 什么东西很重要 没错 亲身经历很重要 好 所以 同学可以想象一下 你自己曾经到过哪些特别的地方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读者随着诗句中不同方位的移转 似乎也生力其境 感受到庐山千变万化的面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例句一 这里的山路曲折蜿蜒 唯有生力其境 才能了解它的危险 例句二 玉山的雄伟令人赞叹 我生力其境之后 才真正体会到大自然的奥妙 下一个 英语教室的座椅 是模拟飞机上的座椅而设计 让我们有生力其境的真实感 以上是生力其境的三个例句 同学可以把它记起来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千变万化 什么是千变万化呢 意思是说形容变化无穷 很多变化的意思 那同学可以先想一想 哪些事物有千变万化的特性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句 读者随着诗句中 不同方位的移转 似乎也生力其境 感受到庐山千变万化的面貌 好 那我们看例句 昨晚释放的国庆烟火 样式千变万化 看起来真是美丽极了 参加万圣节化妆舞会的宾客们 造型千变万化 让人看得目不暇击 人的思想和创意是千变万化的 怎么可以用僵化的制度加以规范呢 以上是千变万化的例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人情事故 人情事故什么意思呢 为人处事应对进退的方法 那同学来照这个句子 你可以想一下 假设今天有长辈在叫你 我们要立即刻的回应 回应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长辈要有礼貌的应对 这种礼貌的应对 我们就可以当成是人情事故的一种 那有基本认识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那原句 诗中隐含了深刻的哲理 世间的人情事故 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了解 才能看清楚事情的真相 来例句 他不懂人情事故 因此在公司里人缘极差 已经长大了 要懂得人情事故 要懂得人情事故 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性 别看他年纪轻轻 人情事故却懂得不少 跟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 那以上是人情事故 以上是人情事故的三个例句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 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好 如果超过约定时间我还没到 你们就先走吧 来 下一个 如果人情事故 如果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 就可以减少车祸的发生 那以上是如果怎么样的练习 来 下一句 不论怎么样 都怎么样 好 他指的是 不管在什么条件之下 都有相同的结果 不论在什么条件之下 都有相同的结果 那我们看原文 西诗的美众所皆知 不论施淡庄或化农庄 都是那么美丽动人 所以他今天不管是淡庄农庄 都有一样的结果 叫做美丽动人 好 那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不论平日或假日 爸爸都会到公园散步 不论晴天或雨天 他都会到市场去买菜 不论快乐或悲伤 我都会珍惜和家人相聚的 每一天 好 以上是不论怎么样 都怎么样的造句 先把它记起来 好 最后 不论怎么样 总怎么样 好 意思是说 在不同的条件之下 你总是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论在什么样 不同的角度之下 都会 总是会产生 一个结果 叫做不论怎么样 总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语言文 不论是远看近看 从高处往下看 或是从低处往上看 总能产生新鲜奇妙的 不同感受 好 那我们看例句 不论平日或假日 姐姐总不忘练习钢琴 不论晴天或雨天 王老师总是第一个到学校 不论是甜的或咸的点心 弟弟总是一下子就吃光光 好 以上 是不论怎么样 总怎样的句子 好 希望同学 能够把这些老师的补充例句 都记起来 忘记的话 那我们就回来 多看几次 把它变成你的 好 那以上是今天所讲的课文结构 还有补充的例句 那下次上课我们会 深带更深入的去探讨文章 这篇文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意涵 还有希望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那今天先讲完结构以及句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交代作业 来 今天的作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作业是完成习坐第78页 以及完成Pagemo的派发任务 好 那习坐78页长什么样呢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来 习坐78页 第二大题 它说先理解框框中文字在诗中的意思 再选出正确的答案 那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把本文 额外补充的语词解释都补充完了 所以这边请同学根据文章 来找出它对应的意思 那这边有题 每一题有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 譬如说水光练艳情方好 这个好 你要先去查它的课本的意思 接下来你再对照这四个选项 譬如说选项一 非常 选项二 完成 选项三 和睦的 选项四 美善的 那他们又接近怎么样 譬如说非常是好厉害 完成是写好作业 和睦的是好朋友 美善的是花好月圆 再根据这样的意思 你去思考 哪一个比较接近我们水光练艳情方好 这个好的意思 好 老师这边提示一下 这个意思你可以从哪边去找呢 从课本 我们这样去找 比如说水光练艳情方好 它出现在第一首诗的第一句 那你要看一下这首诗的第一句 它翻成现代中文的意思是在哪里呢 所以你要对照到羽翼的部分 在阳光的照射下 西湖水波荡漾 波光闪闪 景色正美丽 好 这是他的现代文 那如果你还是看不懂 没关系 我们还有赏西可以看 那赏西 它有告诉你 本诗前两句分别写晴天和雨天的不同情境 细腻的描写 西湖所展现的自然美感 好 那你透过这边 再来思考说 那这个水光练艳情方好的好 究竟属于习坐这四个的哪一个 会比较接近呢 来 以上的作业需要请同学思考并且完成 那我们明天一样会做习坐的检讨 才进入到我们课文的部分 那以上是今天的课程 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呢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继续交代作业 所以请同学完成今天的任务 那一样有问题 请在群组发文 最后 请在影片看完之后呢 留言处留下姓名表示签到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